早年,木剑干活是用鱼镖熬成焦来粘木头的 关于这种鱼镖,有一个传说 说的是,当年鲁班有一个徒弟,学艺刻苦,心灵手巧,但家里很穷 一天,鲁班来到这个徒弟家,见那儿连屋门也没有,就问他为什么不做一扇 徒弟说,早就想做,可是没有木料 鲁班看院子里堆着许多爆花和碎木块,都是徒弟给别人做活剩下的 鲁班便过去,吐出一口唾沫,把那些爆花和木块粘到一起,粘成一根大木头,让徒弟做门用 徒弟见师父有这一招,非常羡慕 后来,鲁班要和徒弟分手,到别的地方去 徒弟给师父送行,恋恋不舍 路上,鲁班说 你随我学艺这么多年了,今天分别,我打算再传你一记 不知道你想学什么,徒弟跪下说 徒弟跪下说,请师父把用唾沫粘木头的技术传给徒儿 鲁班说,好吧,现在你把嘴张开,我涂给你一口唾沫,你把它咽到肚子里,就算成了 徒弟张开嘴,鲁班向里边吐了一口唾沫 徒弟觉得这太脏,怎么也咽不下去,就一直偷偷的含在嘴里 送走师父,在回来的路上,徒弟越想越觉得脏,那口唾沫怎么也咽不下去 到过河的时候,他实在忍不住,就站在船上朝河里把那口唾沫吐了出去 那口唾沫被河里的鱼给吃了,鱼肚子里就长出鱼镖,用这种鱼镖熬成的胶非常黏 从那以后,木匠们就用镖胶